而且我觉得它真的是 毁灭人性 真的没人性 我们说真的 北投女童个案命案 当天凶前 工程案赚钱 还到便当店悠哉 吃着午餐 不忘大饱一顿 直便当店也因此 无辜扫到台风尾 善犯到过的地方 成为地方讨论焦点 整间店重新装潢 大伙在里面忙得不可开交 连招牌墙壁都焕然一新 对比以前摆设 已经不太一样 不仅桌椅摆放方式变了 还多装一道门 看起来就是要重新出发 摆脱割喉案阴影 就是之前大家都知道 大文化官要女生割喉案的事情 因为那个嫌犯 到这边来吃过饭 是他们这意思 对应该是 应该是 他们当然也希望 重新有点新的气象吧 我们是为了 因为他来吃饭之后 我们怕客人不来吃饭 所以我们要全部装潢 重新改变里面的内装 命案爆发后 便当店休息 10天再度开幕 员工被二手从没停过 已经做好上工准备 只是命案话题敏感 店家低调不愿 多做回应 那该没关系 那不关系那外头鸡 那不是外头鸡啦 是不是不是 没有关系啦 那没关系啦 那没关系是什么 他本来就要这个 重新方案了啦 公安对生意人潮影响 是好是坏 血也说不准 但确定的是 工程安这回光顾 显然让店家 毅然决定提早改装 接下来台北综合报道